唐大人去哪儿找了 大人特意交代过了 全县搜捕 决力三尺 也要把倩城找到 大人还说了 事业好好留在县衙 这个人目的不纯 有可能是调虎离山之计 他的目标是你 你 杨舟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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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杨舟爷 你哪儿杨舟爷 杨舟爷 大人 城里都搜遍了 没发现事业弟弟的踪迹 我们这是要上天目山找吗 天目山的地形你们不清楚吗 翻遍了山头也未必能找到 杨舟爷 杨舟爷 我也通知了段风 他们在天目山找起来了 有消息会通知我们 杨舟爷 听不见吗 那儿有个小孩 慢点儿 你们是来捉鬼的吗 捉鬼 捉什么鬼 都说天目山上有好多鬼呢 半夜三更都下来吃人 昨夜动静可大了 在屋里砰砰地敲墙呢 什么屋 就是那间 那间屋里死过一个老爷爷 从来就没人住 大家都说呀 那个老爷爷回来闹了 这才这么大动静 不用我陪你去吗 我自己去吧 欠他一个交代 你这什么眼神啊 充满了嫌弃 好歹我也是来救你的呀 不必救我 想死啊 也要先问你姐姐 我让你别动 他不是我亲姐 我亲姐 是当朝皇后 你怎么会知道 朝廷的人 正在赶来救你的路上 如果我给他们 一句死尸的话 也太没礼貌了吧 我活着只会给他们 带来无尽的危险 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 江忍东 江忍东 这个名字你可熟悉 江侍郎之子江忍东 马球比赛的时候摔死了 他的父亲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虽然在朝廷还挂有须职 但是这个老家伙 凤光已经不在了 基于厚望的儿子 非但没有继承他的衣钵 反而谋朝篡位 从小到大追杀你的都是他们 没错 那这次呢 正是你的未婚妻 她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她把我迷晕了 然后就不知所踪了 你再回想一下 她还说了什么呀 她还说 好像让我等我姐姐 说一起上路 她们一定还留有后手 我们得赶紧走 小心 糟了 这是什么 我大意了 姐夫 你是来救我还是害我的呀 英雄救美很常见 英雄救小舅子 敢不敢动 别过来 师爷 师爷 娘子 你快下来 上面危险 是啊 是唐大人会救的 你要相信唐大人 我弟弟就是我的命 我要去救他 是是是 娘子 咱下来 咱下来说 有话慢慢说 好胖娘子 是啊 放心吧 我不会干啥事的 好了好了好了 你说得对 这混蛋哪 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没准啊 这会儿在滚门关 排队报到喽 你什么意思啊 还不是因为救你弟弟 一时情急被困了 差点没了性命 那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回来搬救兵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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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娘子 小心的 是 蜡烛就要把线烧断了 现在怎么办 清晨 看上面 咬起来 咬起来 来 来 抓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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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这还有工夫喝茶 他们二人都命悬一线了 别慌 我自有筹谋 我不慌 你有什么筹谋 你装什么唐天远 你看 你有人家的脑子吗 哎 我看你对唐大人改观不错呀 最近 你想通了是吗 去不去救 不去救我自己去了 站住 唐大人心中有数 他早就安排了后招 好 谈事业去呢 就是顺水人情 更何况 这么好的机会和好 你给我捣乱啊 我 下把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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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吧 清澄 痛不痛啊 没事姐 你怎么来了 郑少峰呢 别提那个废物 你有没有事啊 啊 不生气了 什么生气不生气啊 在公堂之上 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说的都是假话 我看你是确有其事 说得也对 我确实耽误了你的试图 所以你就拍拍屁股走了 什么屁股不屁股的 作为大人能不能好好说话 见莫者黑 我都被你带坏啊 其实我后来想清楚了 但是你知道我 我特别容易冲动 终于邻居抓住我这个弱点 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 骗人 之前还说 骗我是唐飞龙呢 我以后